谭女士和肖先生今年60岁了 他们如今都已经退休 原本是无时已身轻 可以好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可最近这几年 夫妻俩却过得越发不得劲 尤其是谭女士 按照肖先生的话说 妻子总是气不顺 总是脑袋里面 想得不满愉快 就那种态度 平时妻子发发小脾气 倒也可以忍受 但是最近半年 妻子总是闹着要她的退休工资 肖先生被吵得满头是包 因为她现在的退休的工资也可以 我要钱的时候 她在她手上没有 没钱 就是这个 韩女士之所以追要丈夫的退休工资 原因只有一个 这是对自己付出的补偿 从我内心里来说 我觉得我对这个丈夫付出力 够多了 她这次都是七十分内的事 韩女士的付出并不被丈夫看见 自然是满腹委屈 调节现场 她崩溃地向丈夫发出了五年质问 我自己去找别人工程队 这也是你勾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我跟别人做小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我自己在那个家边 跟别人车子上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我一个人到一万年昏掉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你到哪里去了 又是怎样的纠葛 让调节团队的老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今天你们在这忆了很多苦 但是没有丝甜呢 那么 谭女士心里的气究竟从何而来 最终她能够解开心结 和肖先生拥有一个安然自得的晚年生活吗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节 不被看见的付出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谭女士和肖先生 我们了解两位的诉求 希望我老公在经济上给我支持 这个支持具体是指什么 她的这个退休费 我希望她在自己的程度上 给我三千 因为原先在蛮多年的时候 也没给过钱我 现在退休了之后 我没有安全感 钱在我这里 我有一种安全感 她说工资哪一半交给她 可以吗 可以 我就是全部交给她都可以 那你觉得你们俩这间 是什么问题呢 来就是打开她的心结 到现在她都没有认识到 她的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五岁之前 我都每个月的钱都给她了 厂里上班都是拿2400块钱的工资 都给1000块钱 所以你不能理解她的不安全感 来源于什么是吗 不理解 98年的时候他们下岗 当时的话厂里 一次性到把17年的那个下岗费 都拿了 5100块 拿了之后他们也跟我商量 第二天回来才跟我说 我把厂里那个钱拿了 我自己去去找事做 当时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是拿也拿了嘛 自己去跟找事做也可以 之后从那个时候 我一直在开始跟她交社保 一直跟她交了18年 用我的钱交 我心里感到最不平衡的 就是这个 我心心苦苦地跟你把钱交了 最后交了13万多 现在退休费哪这么高 其中有不有我一点点那个功劳 你没有一句话来 说我听着舒服一点点 你是需要她把你的功劳量化来表现吗 只要跟她两个不顺 提到这个事情方面 你稍微地扶一下元 不要像那样地得我 这是你该跟我交的 当时买单的那个钱 5100块钱 我就出去买个能力 上电车好做点生意 当时是不是交50块钱一天 给了你 给过没有 钱到她手上 当然是她跟我去买的 你后来挣的钱 也还是要交给她 要给她的 肖先生的意思就是 确实是你交的 但是这个钱也是我挣的 肯定啊 他心里会觉得 你今天能有这个退休金 要感谢我 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心里会是什么想法呢 他这都是妻子分内的事 并不算是什么额外的付出 对对对 那个是什么额外的付出的 在上交退休工资的问题上 肖先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对于妻子 今天在场上的邀功 肖先生却不能理解 肖先生说 给自己交社保 本身就是妻子分内的事 再说了 交社保的钱 也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 妻子的付出从何而来呢 说到这儿 厂上的谭女士坐不住了 她说 跟丈夫结婚40年 自己才是这个家的大功臣 早在20年前 家里就出过一次重大变故 而当时整个家的重贷 一下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 买麻梦开了没两三年吧 在一次送客的头子去车祸了 把别人人撞了 是个60岁的爹爹 他的手撞淡了 在医院里进行抢救 居院的时候 我们手上没钱了 两个人在医院里聚走 还要弄饭在别人里吃 天天医院交车那个居院费 都是我在外面去借 最后把姊妹们都借完了 我又在单位的 把那个借条 在财务科技去借的钱 她严重没去案 那个老爷爷 聚了七八天之后去案了 最后他的儿子回来了 把他的爷爷买好 头上有那个老鸡血 又把他用那个三轮车 拖到我们家门口 让我们赔钱 我以过人承受的压力蛮大 医院里也拆钱 这个老爷爷要钱 我在最无奏的时候 我在下跪地忘了别人哭 这次交通事故当中 我这父居了的话 生活上在经济上面 屈原了 他反正也没有一种表示 也没有一句话 从内心来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把他哄开心 他好像受了好大的委屈一样 一个家庭发生事故 不管是女方也好 男方也好 都会这么做 做完了你只能说心里存在感激 你为什么存在一个家里 你不会哪怕随意地说一句 哎呀 你真的辛苦了 你不会说这种话 我那时候不会说 确确实实是不会说 他心里一直觉得就是 好像我的付出没有被你看到 你有没有对这件事情 或者对过往的这段经历 表达过什么 没有表达过什么 你不表达是因为什么呢 家庭方面这是他应该做的 可是他心里觉得很委屈 好委屈我只能是 以自己行动方面来弹补他 都为家庭做的事 干活啊 我都是默默无闻 他希望比如说 两个人在有争执的时候 或者他在跟你讲一个道理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对出来 都是这种态度 可能一种牙抑的感觉 就是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你只要不怎么怎么样 我就会生气 对 妻子为这个家吃过苦 萧先生心里很清楚 但是妻子一再强调 要认可他的付出 弥补他所受过的委屈 这让不善言辞的萧先生 不知所措 十分头疼 对于萧先生来说 家庭是夫妻俩相互支撑过来的 妻子吃过苦 自己也吃过 为了让这个家好起来 早年他拉过人力车 干过苦力 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妻子 让萧先生感到气愤的是 尽管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家付出 妻子对自己却异常苛刻 从没把他的感受当回事 在跟别人做防水 一天150块钱 我只给100块钱他 但是你有时候 不是说每天都有现金 给他了以后 第二天我再去做 要买材料 找他要 没有钱 你自己出去借 我自己出去借了 借回来的时候买的材料 我又赚钱赚钱还不是给他 到年底的时候结账都给他 到现在他有时候没有看的钱 他跟别人打党工的时候 过年的马来28 29 3000 5000别人隔着他的时候 他死隔着我了 我们非常开心 但是平时蛮少蛮少隔钱我 他总是说 当时一天隔50的时候 你也隔了 一天隔100的时候 你也隔了 但是现前到我手上来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少 挣的钱他交给你 他需要买材料这些钱的时候 他说你不给 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钱 他开了个三轮车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有时候要捐200 300 你觉得他身上 永远都有足够的钱 应该是有 第二个盲目要换 当时是那种人礼仪的 要升级嘛 对吧 升级跟他商量 我说我把这个车要换掉 别人都换了 生意也不好做 没钱 我说没钱怎么办 我身上有4000块钱不够 买那个车要得一万多块钱 那怎么办呢 我还是要钱再买这个车呢 我找他开口 没钱 我之后回家去找我姊妹们 都是一个人两千 一个人两千 他的几次的反应都是没钱 你怎么理解这个没钱 就是给人一种不虚伏 觉得是有 他不拿出来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心里的判断都是 你有钱 他总觉得我有钱多的是 那我能力只有那么多呢 他把钱子当命了 好 让出来 我当时觉得他呢 开麻木把他开懒惰了 喜欢玩 我希望他找个工厂去打工 所以你告诉他 没钱是在表达什么意思 不愿意他开麻木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 你不要做 说了的 没用 那我就只有用钱上面 给你设障碍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俩那样的沟通 都没办法进行是吗 反正呢 也没有像别人那样 大吵大闹 就是他说几句 不舒服的 过几天也好 每次当你这样拒绝他的时候 不问理由 也不解释原因 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没想过他的感受 可能我们都是他的 无心无肺的 谭女士钱虽管得紧 但每一分都用在了家庭 对于这一点 萧先生其实也心知肚明 所以尽管心有不满 他也没有过多纠结 还是一如既往地 交钱给妻子 但是没过几年 这个家里就发生了 一件大事 也正是这件事 让萧先生第一次感觉 钱交给妻子 简直大错特错 如果咽喉疼透 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邦奇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邦奇集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派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可以和观察员们 零距离互动 今天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我父亲住院 就是90多岁的父亲 一直在跟着我们的 他跟着我们 当时是说好了 给生活费给了我们 是一个月给1500 给完了 跟我们过来之后 当时他要老父亲 把那个工资者子 又给他 给完了 老父亲那一年又发病了 本身我自己平常 都还砸台地铁区 发病了之后 我把它弄到那个 我们当地的卫生院里 去住了一个星期 那都是我自己出的钱 用完了之后 没有钱了 老父亲的想法是这么的 我平常把钱都给你 连工资卡都给你去了 我现在要住院 他也不肯拿钱出来 我身上的钱又没了 怎么办呢 我心里也烦 反正跟老父亲 两个扯了一下 当时我把姊妹们都叫回来 这个事情要解决 父亲要住院了 之后我女儿出面 你把老父亲 原来美国也是 1400块钱 是不是 你把那个工资卡 多的钱 退给老父亲 他之后就把钱退出来 老头子居然 那个钱 我已经从银行里取回来 在我身上放着了 你跟老头子在医院里 做和善检查 因为他有时间招呼 我没时间 我要上班 在那个门诊部里 居然证都开了 就是说明天去交钱 之后不知道 他跟他老头子之间 两个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的话 老头子第二天要去居然了 不肯 回家了之后 老头子就在我里 跟他两个吵 直到他嘴巴上骂 什么什么 我的钱也拔你了 你现在不对他行笑 老头子一下子就倒到地下 我都把个老头子就抱起来 放到他床上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这里的儿子 是这四个儿子的儿子 是真行笑的 我说我已经把钱在银行里 可以取了 今天跟你送来当医院 你可以居然 你怎么不去呢 有没有出现他所说的 住院要交钱你不给 老爷子也没说 他也没说 我拿个钱 我知道老爷子要去 是你主动去拿的 我已经准备了 你说的他不肯 是他表达出了 我不拿 这句话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他不肯呢 他现在说是取好了 我没看到钱 你就是你钱准备了 你就跟我说一声 今天把钱准备了 老爷子可以去住院 明白 你希望他能提前告知你 一直说 对 对于肖先生而言 自己挣的钱全部上交 身上连父亲看病的钱 都拿不出来 足以可见 他对这个家的付出之多 可是谭女士却始终觉得 自己的付出 绝对要比丈夫多得多 当年 在家里买房的关键时刻 丈夫却不管不顾 没有依靠的他 最后也是靠自己撑了下来 我跟他商量了 把我们的旧房子卖掉 买新房子 那个房子蛮小 我宇儿与兮到我这边来 距的位置都没有 他都说 这个房子是我的 你有本事 你自己去买吧 他就是不愿意卖那个房子 然后呢 但是我自己做局 你不愿意买 我也要买 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才能付了个首付 这件事没有跟他商量 我当时手上只有六千块钱 最后我宇儿去四千 我去六千 把这个房子都定下来了 我来还那个房贷 因为当时的话 你按我的工作 我可以有那个能力还 是我自己做局的 你自己做主 自己买 自己出钱 自己还贷 就是这个事情 会让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没指望他什么 他应该支持我 他没支持说明什么呢 不重视我吧 当时那个老房子 是我原来 到单位的福利房 我怕的什么呢 你到时候这个房子 买不好的话是什么的 我还有个老房子还在呢 可以回来住的 后来还房贷 你也没管过是吗 还房贷 钱给他去了 他肯定给他还房贷呀 平常的工资啊 什么交给他 所以你没有这种正式的 参与买房这个环节 但是你认为 我平常已经为这个买房子 做了贡献了 包括装修 你问他是不是我出的 这个钱 不是说你个人赚钱 你有那么大个本事 你一下子赚十多万块钱 为什么就是在他感觉里 好像你什么都没做呢 家里面这种琐事 你问他一下 看我干了多少 就是该我做的 不该我做的 我都做过 小孩十岁之前 你问他 给小孩说过便没有 就把你下岗了 我当时说的下午啊 我说前十年是我养你 你现在后十年 该你养我 但是我说的下午 他养我养我什么 我百分之分的劳力了 家里的 这些经济收益 都不是我创造的 谭吉自己的付出 萧先生义正慈言 可谭吉妻子的付出 萧先生却是轻飘飘的 一句话带过 认为这根本不值一提 这让向来自认委屈的 谭女士如何能够接受 谭吉现场 她的情绪顿时失控 崩溃大哭了起来 我没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去找别人工程队 哇 这也是你勾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我跟别人做小工的时候 别人没钱骂我 别人叫我在别人 别人托米回来吃的时候 你在家里骂我 你怎么不说 是的 但是眼影方面是有攻击的 我自己在那个家边 跟别人拆着我上杀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我一过分到一辆 你昏掉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你到哪里去了 在父亲之间只要吵架 我是吵不赢她的 她可以讲十个道理 二十个道理 我一个都讲不出来 你刚才说 谭女士细数这么多年 自己内心的委屈 生活上的苦她吃了不少 但是最让她受不了的 其实是丈夫 对自己付出的不认可 这四十年来 丈夫从来没有在行动 或者言语上 给过自己安慰 对她表达过感谢 这让她的内心 久久不能释怀 如今 物质生活改善了 对于谭女士而言 相比于丈夫的退休工资 她更想要的 其实是丈夫 相处细节里 带给她的甜 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的表达 反正我就是这个样 她呢 没有的 我只希望她有个言语都可以 表达这关心都可以 原来就是说 三年一下午天一打扫 搞一个冷漏 心里不要得及烦 没这个心境是吗 哪有心境啊 你干什么事情 她总体要掌握你 就这一点不休 说到这里 肖先生想起了 他们相处中的一个细节 随即他在现场 向我们展示了一段视频 跳得蛮好的广场舞 我当时跟她聊天 她这个性格善变 然后她说不舒服的 突然就变脸是吗 对对对 我说她没拍到我 浪费我的表情 她就是这种性格了 她就生气了 假如说她还是生气 我这心里是不舒服 我这跟她等 我从内心来说 不知道从什么方面 去帮助她 曾经夫妻俩彼此支撑 一起挺过了生活的苦 对于肖先生而言 现在的好日子 是她一脚一脚 踏踏实实登三轮车 登出来的 而对于谭女士来说 如今的小康生活 也是她在家里忙里忙外 省吃俭用 一分一分攒起来的 夫妻俩对家都有付出 但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夫妻俩都看不到 对方的付出 彼此不理解 调节进行到此刻 观察员黄敬妍拿起了话筒 韩女士 我希望你可以认识到 你丈夫在家里 是有很多付出的 夫妻婚后的共同财产 就是你们俩领了证之后 你和你的丈夫 都去辛苦地生产 工作 经营 所产生的相关的利益 你丈夫收到了以后 他能做到交易部分给你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也有肖先生的一部分 他应该从来没有说 你每个月赚的钱要给他吧 这其实就是肖先生 作为一个男性 他在你们这个家庭里面 他做出的让步 和一种对你的体谅 你们在买房的时候 肖先生他是有一套 单位的福利房的 那这种情况下 肖先生在你们俩 决定买新房的时候 他的想法是 如果有这么一套老房子还在 那无论买新房是亏是赚 你们都还有一个退路 这其实就是他 对你们这个家庭的一种考量 只是当时那个节点 你并没有体会到他这一个点 其实夫妻生活中 很多决定是谈不上对和错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你们夫妻俩 在做这种选择的时候 请你不要总是上升到态度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还是听了你的 这个新房还是买了 他每个月还是会按时给你打钱 不论多少 你收到了男方 每个月或者说按天给的钱之后 你连续给他交了17、8年的社保 你们俩不要再去争 到底是谁出了这笔钱了 你坚持了17年做这么一件事 就是一个值得被你丈夫看到的地方 这是你为这个家庭 这么多年以来付出的一个缩影 你们俩与其去说 谁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更多 谁更应该得到回报 你反而不如去找回你们俩当年的那个本心 就是你们当年结婚的时候 想的一定是怎么去经营好这个家 怎么去对对方好 如果找回了这个本心 肖先生你可以更好地去体会到 看到女方的付出 其实很多时候 女方她并不是需要你做出多少的行动 因为在行动上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她更多的是需要你看见她的付出 肯定她的付出 当你看见的时候 你及时地给予认可和感谢 她会非常开心的 当你看到你的妻子为了你的事 去四处奔波去筹钱的时候 你应该及时地说你辛苦了 当你看到你的妻子过生日的时候 你能想到去给她买花 去跟她说生日快乐 这是你们家庭最缺乏的 精神上的语言上的关心 肖先生 谭女士 二位好 四十多年 老夫老妻 二位都很本分 也很朴实 就吃了很多苦 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但是在一起来经营 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 你们并没有完全地理解 体谅 信任对方 第一个 对对方的不满 显得太多 想对方的满太少 我们讲义苦思甜 今天你们在这义了很多苦 但是没有思甜呢 最后那个跳广场舞就是甜 你们搬新家就是甜 女婿走进来 能住进新房子 那就是甜 甜的东西少了 不满的 吃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第二 沟通的东西少了 肚皮官司太多了 想象判断太多 就会猜疑对方 第三 活到这一年级 钱是不是你们最具有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我认为 谭女士 萧先生领着退休金 好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彼此愉快 这才是安全感 而不是说 我抠着 看着这个数字 我就安全了 萧先生 你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妻子分内的事情 你下岗工资交给她了 她就不关心你 不给你交社保 你又咋办 不是说我要怎么感恩你 至少这个妻子 是不是向着你 日后你退休了 有退休金啊 是不是为你的未来 为你这个家庭的未来去思考 你把它总结成一句话 她分内之事 这句话显得有点凉啊 第二句话 这是她应该要做的 的确 夫妻之间都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谈到应该 这两个字就显得很声音咯 什么叫应该呢 如果对方敬我一尺 我敬她一丈 她给我丢了个绣球 我可能就要给她一个更大的回应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互动 而不是你认为的非常木讷的应该 第三句话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默默无闻多做事 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彼此是个体 搭伙过日子可以默默无闻 那不说话呀 但是你们老夫老妻要有沟通的 你这三句话讲的 也就折射出了你在行动上面的处理 一定就是不够温情的 第二 不能站在自己的感觉上面去想象对方 从你的表达当中 这个女人进钱不出 她是赚过苦钱的人 她看钱一定看得很重 这个钱她不是用在她自己身上 是用在这个家庭身上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你能体会她那么看重钱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会觉得 她是一个很抠钱的人 韩女士在跳广场舞 肖先生在这拍摄 这个视频 就是你们二位生活当中的镜像 其实你们所有 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积极向上 都是共通的 那么共同的东西是给对方都发奖状 而不是给对方都递投诉状 如果你们两个都在言语上 多肯定一下对方 多表扬一下对方 多安抚一下对方 那不知道这个日子过得有多好 但遗憾的是 你们两个人都在投诉对方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 夫妻俩对家庭的贡献都有目共睹 但在退休后 夫妻俩因为缺了沟通和体谅 才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多了些纷争 少了些温情 听了老师们的指导 谭女士若有所思 在觅食中 她主动反思了自己过去在婚姻中的不足 我也能够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肯定是有调整的地方 你觉得你要调整什么呢 性格方面 也要改一改 尽量地在生活上 给她的帮助 尽量地可以少瞒热她 少瞒热 少自责 多夸奖 多鼓励 所以说你现在对她有什么要求呢 我主要是叫她少抽烟 自己爱自己 因为她现在一直都在咳嗽 我也有点担心 只要她已生病 我都非常着急 我就想是她生病 还不用我自己生病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怪不得 你很爱这个人 其实谭女士的内心 一直牵挂并深爱着丈夫 之所以想要丈夫的退休工资 也是因为情感上 没有得到丈夫足够的关爱 廖席玉建议谭女士 要改变自己过去强势 有控制欲的状态 用轻松的状态和丈夫相处 别把钱控制那么死 她是觉得你强势 就是觉得你把这个钱控得好死 比这个钱给到你想要拿出来 就好难一样的 她就不服了 下次我不给你了 给了你 你下次拿进去出不来 这方面你做一个调整 我也不会要她百分之百 还是要自己手上留两个 给她一点安全感 她自己也有朋友 她自己也要消费 也有应酬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我也觉得夫妻之间一段婚姻 钱多钱少真的不是问题 对吧 我觉得相互的珍惜 相互的关心 相互的呵护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你觉得呢 是的 以后的生活当中我要多笑 现在你就开始笑 你看看 你一笑她干什么 你一笑她也笑啊 你哭她也发躁啊 你只要这个改变了 我觉得你们家里的 你两夫妻 真的是可以携手一身的 而在密室另一边 观察员武运也提醒肖先生 学会在生活中 给妻子制造浪漫 表达关爱 提高夫妻俩退休后的生活质量 那你把目光多投向一下她 就是不要让买一束花成为几十年年里面才偶尔出现的 昙花一些 把它成为常态 退休了以后 我自己要钱干什么呢 都不是贵着去玩的 一个星期日 还能打玩的 十多天 都不是把它带出去玩了 那拍好的视频 她的心里面还是这个节 看她这个态度了 我因为我是跟你拍视频 你头弹的发拉着口 我也还是不舒服 就是她其实更多的是 停留在过去的情绪里面 你缺乏了对她说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所承担的 所付出的一些积极的回应 吴云老师提醒肖先生 要理解妻子情绪出现的原因 多向妻子表达肯定和关心 从根源上消除妻子的不满情绪 那么走出密室 肖先生会有怎样的表态呢 她能够让谭女士解开心结吗 密室回来再揭晓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来看一下两位想说什么 这么多年 感谢你对家庭的付出 对我们这一家人 照顾得挺好 不管是大家也好 小家也好 我从内心来的时候的话 我就很感谢你 也非常爱你 放下吧 老婆 让我们在往后的个子里 开开心心 都过好我们的晚点生活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